陈国锋这天为一个健美比赛进行宣传 一看Penny的身材就知道她平时经常健身 虽然最近Penny又要拍剧又要拍电影 但她也有抽出时间来锻炼 对 因为现在有电影还有电视剧都在忙 然后在运动方面真的减小了 因为真的超不了时间去当健身 但是每当我有休息的时候我也不放弃的 半个小时就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就一个小时 哪怕是15分钟也会做 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保持身体健康的平衡 Penny因为工作经常在外忙碌 小朋友当然会舍不得 我有两个小朋友 一个四十七岁一个十五个月呢 大的哥哥呢每次当我他出了门后 那一刻他就拉着我爸爸不要走啊 我好想你啊这样呢这样哭啊要叫啊 然后我跟他解释爸爸去工作啊 别担心啊晚上回来了 我就会陪你的别担心 说完了他依旧的哭 我看着每次闭门的时候 我看见他 他眼神啊真的很不舍的我啊 我觉得真的而且有点 内疚啊不舒服的 潘子峰最近被传为情真挚打架 和Brian是球友的Penny 也有打电话慰问一下他 Brian最近啊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有电话问候他 他就说啊谢谢你啊兄弟啊 没事呢就是一时的冲动嘛 然后我觉得啊对啊 毕竟我们也是人嘛 人也有肉有血的嘛 有时候可能是对方说了一些事情 或者是做了一些事情 令到一个人爆发了 这些这些难怪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体谅他吧